在我們現場當中 將近晚上九點鐘 立刻由張宇廠老師來告訴我們 因為中國的解放軍的軍機 今天透過了前空軍副司令 張宇廷將軍告訴我們 從早上一大早五點呢 五點五點已經進行集結起飛了 而且早上非常頻繁的擾台 連續出現在西南西部 北部西北部甚至東部 也都出現了 國防部累積連續發布 從一開始17次到後來 累積到24次次數都還在增加 這個廣播群裡頭 從早上七點鐘一直到下午 也就是說我們的空軍呢 全台灣的各個基地 各個機型的戰機也是非常罕見 緊急起飛達17次之多 不過呢在此同時 共軍的威脅 還包括我們的戰機 在因應之語的時候呢 克拉克人在台灣 還有日本前首相森喜狼一來到台灣 明天共同要參加 李登輝的告別式 但是呢這個時候美國國會呼籲台美建交 承認台灣為一個獨立國家 已經提交共同決議案了 好這個代表是什麼呢 這個是不是呼應昨天呢在美聯社當中意外曝光 就是美國的駐聯合國的代表 這個包括 OK 他跟我們的駐紐約的處長李光章 對不對 這個意外的碰面 但是呢 這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告訴我們說 這對美國來講是歷史性的會談 這樣的破面過去都躲躲藏藏 台灣兩個字不能夠出現等等 結果這一次竟然登上美聯社 而且雙雙接受訪問 這是不是呼籲美國國會 正式那麼呼籲台灣 讓美國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 甚至呢 因為從這個會談當中 對台灣進行的承諾是說 協助台灣重返聯合國 不過台灣在我們的往前跨進去一步時 是不是相對要付出一些代價 而這些代價的背後身為在野黨 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真的只會抬諸公嗎 現場當中黃偉岸加入我們討論 包括知名作家苦林大哥 台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這是賴宜中老師 在我的左手邊 稍後鏡頭要給他林昌星 因為在克拉克早上官方跟官方萬豪酒店 這中午呢跟竊間進行會談當中 有一位大佬跟第二位大佬通通都不去了 林伯鋒還包括了是王文嫣 背後有什麼樣的內幕 等一下昌星告訴我們 包括了在迪化界的現場裡頭 國民黨很有趣 抬諸公抬到了立法院 結果抬到後來 你的訴求通通被列入了議案 你效果到底在幹嘛呢 但是到迪化界去罵陳時中混蛋了 等一下鍾連晃帶來第一手的分析 跟國際最新情勢 那麼張將軍還有呢 從CNN告訴大家 川普很快會批售這七項武器 這七項武器 對於我們現在領空所遭受到 這種致命性的威脅 有什麼戰略性嗎 等一下張將軍會告訴我們 來我先請教是趙玉勢老師 從立法院看到了什麼 從葉玉蘭 從陳玉珍來看到什麼 國民黨這是國民黨的大戰略嗎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很有出息 竟然可以摧毀克拉克本來在臺灣要進行的經濟商業對話 來張史老師 我先表揚一下葉玉蘭 要表揚他這樣 對這個上次國民黨開記者會的時候就喊說 你開放美豬 透透金美豬那你換到什麼 和平 結果 結果人家就問他說 那記者問說那你們開放美牛換到什麼 結果他面面相聚講不出來 然後葉玉蘭說和平 原來我們八年來美國沒有打我們 是因為我們有買美牛 這就是葉玉蘭的推測 而且國民黨其實還蠻厲害的 可以摧毀台美的經濟商業對話 基本上國民黨就扯後退的角色 這個新聞呢 我是認為如果不是輔方呢 就是AIT放出來告訴大家什麼呢 美國現在考慮跟臺灣的自由貿易 雙邊的這個協定呢 可能會放緩 因為呢 羅志強等人在幹嘛呢 要去做所謂的買豬式獨租的公投 明年八月要進入到公投的時辰 現在開始進入到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連署嘛 你會把美國人嚇跑或是嚇壞 認為在野黨你今天是用什麼態度來看待開放的 過去美牛你們不是說沒有問題嗎 現在你為什麼要做政治操作 所以我所說的第一個是 請你不要張飛打月飛 搞清楚國務院跟USTR之間的平行關係 而不是上下隸屬關係 第二個是呢 不要再亂了 最後呢我們來回顧一下陳玉珍所說的 他說為什麼要反中本是同根生 相奸何代其 假設你說的是對 現在被奸的是我們這是其 第二個臺灣真的夜郎自大 只有美國官沒有國際官 錯因為中國國民黨只有中國歷史官 從來沒有世界官 所以我要補充的是陳玉珍委員昨天跑去現場 要鬧但是不得齊門而入 所以他是中文系出身了 就是說呢這是所謂的燕子時儲 什麼叫燕子時儲呢 他完全隱喻失當 他意思是什麼 過去燕子啊 這個秦國宰相初始始 楚國的時候 因為個子比較矮 楚國人呢要給他穿小鞋 故意開比較矮的門 結果燕子機智過人呢 直接對楚文講說 大概只有狗國才要人家鑽狗鬥 所以呢這案子啊 楚國代客不周 陳玉珍是你昨天盲人摸下 完全不知道去哪裡抗議 帶了一群烏合之獸 在機場門口 結果呢更小燈想起 你中文系的終於落出一個陳玉 雖然在你身上的陳玉也蠻多的 叫燕子時儲 這鋪路呢 國民黨最大問題在哪裡呢 面對美國人有些人想 把他們當沙包往死裡打 面對李侯面對北京 面對呢這個海峽論壇 基本上輕輕放過 最後提醒大家 李乾隆說我收到道歉信 最後呢人家問他 他說哎呀這事情過就算了 直接被馬小官打臉 所謂的拓面自甘 跟他厚言無恥 就是呢現階段國民黨的立場 還有國民黨家大業大 專家學者 國際經貿談判的專家 這麼多 什麼時候挪威由陳玉珍 來發動國民黨 在國際議題 國際經貿議題之中的 打手跟帶風向的角色呢 好來我請教師中聯話 臺灣面臨的存亡之秋 在外交生化跟經貿 有重大突破的時候呢 到底誰是混蛋啊 誰是小丑啊 陳時中為了讓這個美豬 在未來進口之後 標示更加的清楚 保護消費者 保護這些養豬業者 包括養豬協會都說 我們要給政府機會 讓他做做看 人家都不抗議了 結果罵人家混蛋 到底誰是混蛋呢 罵國民黨是來討飯的 讓國民黨是來求和的 誰才是混蛋 這個態勢難道不夠清楚嗎 來怎麼看目前這樣發展 我先來講一下 國民黨幾個很矛盾的地方 他們上個禮拜 不是在各地在連署 說這個反美豬公投嗎 找了一個他們自認為 重量級的人物 叫馬英九去站臺 我覺得國民黨是不是 故意在反竄 因為馬英九當年 就是開放瘦肉精美牛 給大家吃的 那你現在叫他去站臺說 我反瘦肉精美豬 但是我開放瘦肉精美牛 這邏輯上的錯亂 再來馬英九引述的是 數字完全錯誤 他說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 都不開放瘦肉精 事實上現在全球扣除一些 沒有特別規定的國家 真正禁止 就是要求瘦肉精 零檢除只有二十八國 其實並不是一百多國 好 那國民黨這一次的反應呢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錯亂 但是其實你如果瞭解 中國國民黨 你就會發現 他們常常幹類似的事情 就是找黨工假扮弱勢者 可能是路人 可能是農民 所以是很有前科 很有前科 因為我被他們一個黨工告過 所以我知道 記不記得二零一二年 小英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有推出一個水果日曆 當中物質的一個市值的照片 對 那當時呢 國民黨有一個人 號稱他是市農 他說因為你這個搞到我市值 這個整個自銷 價值很壞 然後後來我去查了 發現原來他是國民黨 鄉黨部的主委 然後我在節目中 我就公開講說 你有種你就公開啊 你就是鄉黨部主委啊 你是鄉黨部主委 你可不可以是農民 可以啊 可是你不要隱藏你鄉黨部主委的身份啊 結果因為我講這句話 他跑到這個士林地檢署去告我公然 武入跟毀謗 所以當國民黨是公然武入 對對對對對 檢察官開聽的時候 我就這個邏輯 我說檢察官 你可不可以請他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講他是國民黨主委 他覺得是公然武入 所以是很丟臉的事情嗎 顯然他自己都覺得有點丟臉 那這個事情昨天重演 昨天我們看到一個 你在本來標題 不知道他的背景叫人民的路後 對 像一般的老百姓 對 老百姓好生氣 昨天蘋果日報下了一個標題 他的即興新聞我也嚇一跳 因為就我對一般的認知 現在人民其實沒有太關心 這個議題 那陳時中昨天去迪化街看的目的是說 因為將來要標示 他想說這個第一線在做生意的人 你將來標示上 會不會有一些困難 他想去了解 結果蘋果日報下一個標題說 路人怒罵陳時中混蛋 說美豬留給你吃 大家看一下這個路人 那這個路人呢 很巧的 我不曉得是事先安排是巧合 昨天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羅志強 在永樂市場做肥皂香的宣講 那他也是為了反美豬 永樂市場 距離迪化街很近 都在大龍區 都在大龍區 去完這一招再到那個禮拜趕場 然後現場一樣 就是依照羅志強的這個臉書的流量 就是萬人按讚一人到場 只有一個人到現場去挺他 那這個王定宇就很厲害 眼睛很好 他就發現一級 這兩個人生得很像 他就去查說 這兩個人到底是同一個人 後來繼續往下看 這比較放大的照片 觀眾朋友有沒有覺得 這兩個人長得很像 非常像對不對 這這這位女士 就其實就是同一個人 那這個人是誰呢 他有換衣服 這樣應該給他兩份收入才對 他包兩個角色 一份五毛兩份也才一塊 其實也不多了 那好再進一步去查呢 發現這個人呢 其實他是臺北市民 來就是這一位 叫曾珍珠 他選他不只是國民黨員 還參選過中國國民黨的黨代表 在台東區有算過理長嗎 所以他是在地的嘛 在地 他會不會又告訴你公安無優啊 說他理長應該沒關係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就是說你是國民黨員 你可以反對美豬 我覺得這個都是臺灣是民主國家 我們都尊重個人意見 可是你不要隱藏你的身份 假裝路人嘛 對不對 你今天你去 你要嗆陳時中 你說我代表你 或是說我是國民黨員 我來跟你講 我們國民黨反對 OK 我覺得大家沒什麼意見 就他是營造一種假象 那個假象叫什麼 就是說路人假跟路人矣 很多人 他要營造一個是關鍵字 叫很多人反對美豬 所以有人去嗆陳時中 結果搞了半天就是一個人 那那個人還是國民黨的 曾經參選過黨代表的人 所以這個 這是國民黨展現出來 那我來補充一下 剛剛宇嫂講的那部分 就是說 這一次為什麼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署 他會覺得有點緊張 因為說實在 這是我們臺灣滿丟臉 我們前面兩任總統 馬英九跟陳水北 其實都耍過人家 因為從陳水北 以上就跟美國人承諾過 我任內一定會開放 結果阿扁沒開放 馬英九開放一半 所以美國如果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是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署 因為美國的USTR 他只有頭會隨著政黨輪替而換 他底下的幾乎都是常任文官 就我們了解的事務官 他們可能跟臺灣接談判 已經有十幾二十年的經驗 他之前已經把他老闆回頭 回到黑身兩次說 我保證 這個總統有給他保證 結果兩次都不記得 不覺得 放開喔 那你覺得他會不會小心 會 還有一個因素 二零一八年九一選舉 我們曾經通過一個公投 叫做反核實公投 是通過的喔 所以今天我相信 如果以國民黨的實力 如果他請全黨之力 去推這個公投 這個公投 我不敢講 他一定不會過關的 他是有過關的機會 好 明年一月一號開放之後 八月份公投 假設公投過關了 那我們可能九月份又要禁止了 那對美國的USTR來講 那我現在跟你不敢 跟你談BTA跟你談FTA 那結果你從他的角度來看 你騙到了之後 然後又給我禁掉 你沒辦法給我爭取 所以USTR一定想說 那我們緩一緩 而且美國人 AIT裡面很多人無法諒解說 國民黨檔面這些人 包括江啟臣 蔣萬安 蔣萬安不只留美 他還在美國住很長一段時間 吃了很多美國住 你們在美國住的時候 難道不吃美豬 不吃美牛嗎 那你們當時怎麼沒有去 跟美國政府抗議說 為什麼給我吃 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跟美牛 我不吃 我去吃 我一定要吃台灣豬 沒有嘛 那你們明明了解 可是 因為可能政治上的需要 然後呢 你們故意在國內 去操作這個議題 就搞到美國人會覺得說 你們現在是生真的生假 我跟你講 美國人原本還以為 國民黨只是說 反正國內兩黨 吵一吵很正常 可是當國民黨開始正式 提出公投連署之後 美國人開始覺得說 你是不是給我生真的 再加上商城 就是李鴻的代辦商城 吃國民黨的豆腐 其實是國民黨先做 因為他講了一件事情 九二共識跟 反美豬共識 國民黨已經做了 商城是吃豆腐 他吃國民黨豆腐說 你們做這兩件事 就可以走出地名 可是國民黨 到現在已經講了幾天 五天了 國民黨沒有一個人 出來反對 出來批評商城說 這是我們家務事關你什麼事 你管好你的共產黨就好 少來管我們國民黨 沒有 所以會讓美國人有誤解說 你是不是跟共產黨討好啊 那你跑過立法院 立法院這個場景你怎麼看 立法院這個場景 其實你說你要抗議 在野黨要抗議 那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問題是 今天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今天蘇貞昌去專案報告 是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國民黨提出來的 國民黨說 我們要求蘇院長來做 美豬的專案報告 民進黨柯建民去 柯總操協商來說 好OK沒問題 他來專案報告 結果他要來專案報告 你們去抗議 那你們到底是希望他來報告 還是不希望他來報告 國民黨你這個立場 你要先講清楚嘛 你不希望他來報告 你朝野協商不要提這個建議嘛 不要提這個要求嘛 結果人家說好我來 結果呢 你去台豬公 那更有趣的是 今天在網路上傳了一段 蘇貞昌院長跟蔣王安的對話 大家已經笑翻掉了 因為蔣王安當場愣了兩秒鐘 蘇貞昌就問蔣王安說 那你在美國 你有沒有吃美國牛排 蔣王安說 我沒有我沒有每天吃啊 那那你是不是美國豬肉 那美國豬肉喊瘦肉精 那你那時候不怕 蔣王安突然愣住你知道嗎 然後蘇貞昌又訪問他 那你看你都沒事嘛 蔣王安突然才好像清醒過來 我沒有每天吃美國豬肉 其實蔣王安回答到重點了 我們臺灣人我們雖然愛吃豬肉 可是你會每天吃豬肉嗎 第一你不可能不太可能每天吃豬肉 第二你不會每餐吃豬肉 第三就算你每餐吃 你也不會每餐都吃到 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 這個才是關鍵 可是國民黨他不跟你談這個 他現在就在操作民粹 那至於是不是跟共產黨 是你透厚 那我覺得國民黨你自己要跟大家 甚至跟美國人要 因為現在江啟臣說 他要去再去見AIT了 對 所以今天又有一個新的成語 叫啟臣轉和嘛 啟就是乞丐的啟 臣是江啟臣的 轉是轉彎的轉 和是和平的和 這些網友鄉民 鄉民太有才了 太有才了 如果你要去見AIT 我希望你們 你能因為你是黨主席 你要跟國民黨講 跟美國人講清楚說 你們對美豬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 是 又一個新的成語 叫啟臣轉和 來請像這個長期跑國民黨 來這個資深媒體人 你跑國民黨 應該知道國民黨 到底在做什麼 我只是覺得說 陳時中怎麼會他是混蛋 人家是為了保護 這些消費者的利益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去針對國台辦 為什麼不去對付中國 來 怎麼看這個態勢 其實都沒有在想說 怎麼樣跟臺灣人 民心在一起 上禮拜我們在錄節目 就換個座 隔壁股林大哥這個位置 還在講海峽論壇 如果去了 現在克拉克 上禮拜還叫克拉奇 現在外交部長叫克拉克 如果這個時候 國民黨整團在海峽論壇 克拉奇來 然後剛剛將軍跟大家講 一天飛過來 二十二次廣播 叫你不要靠近領空 那現在幾次 剛剛二十四次 是不是次數還在增加 一直飛過來 那國民黨到底幹嘛 臺灣人最討厭就是扯後腿 不管是軍事上 或者是國際形勢上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重返聯合國 看到UN的美國的助員的大使 已經跟我們李光璋見面 有人在講說怎麼樣怎麼樣 只要能夠讓中華民國 重返聯合國 能夠讓我們跟美國重新接交 或者是讓我們的軍事實力 能賣相 我是有什麼好反對的 國民黨可以監督美豬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說美豬我們不想吃 可是為了國家利益 讓他進來可能要標示 你要往這方面去做嘛 你臺美豬這個剛剛換個講的重點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不是要要求 其實說實在 孫莊院長他來的 他是實證報告 不是美豬專案報告 他同意給你做這個報告 你要讓他報告嘛 差點早上早上走 我又跟陳菊一樣 又不上台了 那又拔撲了 我先講 也是叫人家報告 然後就不會讓人家報告 重點就是 最後還是報告 我講一件事 因為剛剛那個曾珍珠那件事情 我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雖然長期跑國民黨 我也要強調一下 來 打不然我們框換一下 曾珍珠 你知道曾珍珠是誰 曾珍珠70歲的阿嬤 我雖然長期跑國民黨 可是也在台北市跑 但是他的層級 還沒有到大咖到 我們還會認識他 他只是選黨代表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不吃美豬 我覺得可以 我們看到非常有意思 剛剛特別點到就今天晚上的最新行程 在我們節目進行當中 那麼克拉克正在接受蔡英文總統 官邸的一個招待 其實很巧 你們知道克拉克是哪一位 政治人物的綽號嗎 你知道嗎 這腦筋急轉彎嗎 你知道是誰嗎 你知道嗎 這我不曉得 想想看克拉克克克的英文是什麼 克拉克 時鐘 時鐘嘛 時鐘 你知道他的綽號就是克拉克 這還真是腦筋急轉彎 那他的綽號是這樣子 你看這個克拉克來 在台灣是一個多麼重要 那過去你剛剛說在防疫的這段時間 克拉克 我們的防疫的克拉克城市中 對台灣有多重要呢 他現在行程呢 短短三天當中是全滿的 今天早上 這個官方跟官方的匯大 那麼中午當中企業界的對談 下午呢 這個民主對話當中 蔡英文總統的晚宴 因為從早上的萬豪酒店 民眾所捕捉到的畫面裡頭 有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晶 包括經濟部長王美花 那麼因為台美的供應鏈 這些貿易的議題進行討論之外呢 即使大家很關心 當然就是未來經濟的高階這種對話 是不是先行這種前期對話 所以在中午 他跟企業界代表進行五宴裡頭 我們就發現這些五宴 因為能夠爭取去的說真的 其實應該是求之不得 可是有人表態不參加呢 那今天晚上呢 蔡英文總統這個晚宴的過程當中 跟柯拉克會有什麼對話呢 我們先把這個時光倒到今天中午 我請教石昌興 為什麼 所以剛剛說解放軍在台灣的四面 全方面的進行這種叫做 悲劲幾乎是濱臨城下的這種演習的狀況底下 解放軍也在動員這些台商嗎 昨天開了第一槍說不去 就是林伯峰 今天連這個台速集團王文淵也說 他有硬邀但是他不去 有看出什麼迷糕嗎 難道共產黨對這些台商也全面動員 也施壓嗎 讓這些台商被迫選邊站 是不是這樣的 蔡英 我想這次柯拉克來 照理應該是說怎麼樣 對其實台灣的供應鏈 應該是要大大的開放 可是大家看到 其實包含工商協進會 工種 商種 這些所謂的理事長 他們一直都代表的是什麼 傳統產業 這個傳統產業包含了台波 包含我們看到的台速集團 還有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相對的相鄰集團 基本上各位可以知道 他們在中國的投資都是相對的比較多 而且各位知道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不去參加那變成什麼樣 科技的去參加 這個其實是有它的原因的 也就是現在的科技對美國來說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可是傳統產業來說 它有大量的什麼 污染 有大量的這些所謂的一個 賞地的一個成本 沒有辦法很快速的做一個移轉 我們簡單來說 為什麼說台波的這個林波峰 它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因為大家要知道一個重點 最近的台波 基本上已經連續20個月虧損了 那這個虧損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做產業的轉型 它的大部分的收益都來自於中國 但是中國的收益 它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我們說的平面玻璃 大家聽說平面玻璃好像不錯對不對 不是我們的手機 是家裡的窗戶這種門 傳統產業 我們講到的這種這個手機的平板玻璃 這是康寧的 是美國的 它沒有做一個升級 所以也就是說它現在基本上 在做的就是什麼 是傳統產業 那大家要知道其實蓋玻璃 最重要的就是怎麼樣 就是廠房要大 污染要多 所以大家知道其實我們看到這裡 如果看這張圖就知道 台灣跟中國的營收 為什麼台灣的營收 大部分都在100億左右 在中國的營收大概有350億 所以大概是台灣營收的三倍左右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只有到了今年的4月到6月 玻璃大漲 大家知道為什麼玻璃大漲 因為什麼 我們說防疫要有那個疫苗瓶 就是用玻璃裝的 所以這個就大漲 在這個在大 在大陸他們還有玻璃的期貨 可以做這個玻璃指數大漲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範圍之內 還是沒有辦法什麼 它脫離這個中國大陸 也就是它的廠房成本 大家知道 台坡算是中型公說300多億 跟台灣大顆大差不多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它要有什麼 它要有這個大量的廠房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繼續去看到 基本上如果看到下一個 台坡基本上做玻璃 大家知道它是高度的污染 為什麼污染 因為加熱 那加了什麼 要燃油 然後要有什麼 要有焦炭去燒 那燒完之後 基本上它的碳排放就很高 跟現在的綠色剛好相反 所以在中國在現在的部分 它沒有辦法去做移轉 所以我們看到畫面上也知道 在玻璃製造的過程中 它沒有做升級 所以它沒有辦法來做移轉的一個動作 這也是相當可惜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另外兩個 包含台塑 所以換句話說 在台灣掛牌 實際的營運是在中國 那要看老大哥來吃飯就是了 林伯豐 應該是說 在台灣掛牌沒有錯 林伯豐 林伯豐 在台灣掛牌沒有錯 但是它現在的營收 大陸已經佔了非常大的部分 已經超越台灣三倍 對 所以收商人無主國 原來有奶便是娘 沒有錯 那同樣的 我們介紹第二個 就是說包含台塑集團對不對 它在美國 它這次也是很尷尬 因為在美國他們有投資 在大陸也有投資 可是大家都知道 譬如這兩個的投資之中 基本上在2018到2019的年間 基本上在美國的收益 大概是2000多億 在中國大陸大概是3000多億 可是卡到一個什麼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打下去 抽25% 所以它現在怎麼樣 生產在美國 然後要運到 中國大陸來賣的時候 基本上要被課25%的稅 所以台塑集團的所謂的營收 基本上在這兩年就 每況愈下 一蹶不振 在這樣的過程中 他也沒有辦法出來說怎麼樣 去參加 然後說美國那你怎麼辦 你不課稅嗎 不可能嗎 不可能說 我不對 要叫美國不對中國去課稅 所以他也這樣的一個兩人 最後我們看到一個商人 叫做 我們看到賴正宜 他基本上 他是在青島 他也有受邀嗎 也有受邀 所以他後來也沒去就是 對 他也沒去 那他基本上是商總 那基本上 他在大陸的投資也很多 那我們就舉例 有青島 韓幣樓 那有南京 韓幣樓 但錢都卡在那裡了 那雖然他要賣 可是又遇到 我們看到了肺炎 那武漢肺炎的關係怎麼樣 又Pending 那現在就變成怎麼樣 他整個資產都卡在什麼 卡在所謂的一個大陸 那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知道一個數位人民幣 最近要推行 基本上數位人民幣 就是有一個重點 你如果賣房地產有可能怎麼樣 你的貨幣就要留在什麼 留在大陸的境內 不能夠移轉出來 所以我認為 像的一個所謂的商業 真的很可惜 我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很可惜 因為本來是要做一個供應鏈 來做這個台美的關係 可是現在變成怎麼樣 紅色供應鏈的關係 被卡住了 所以台灣現在是走 高科技業 去大於這些傳統產業的一個部分 做冠軍磁磚 曾經帶著國民黨代理黨主席 玲瓏的 那我們看到 就是說你們實際在台灣掛牌運作 那麼的營收裡頭 看起來在大陸 可能在一九八九年之後 他們所謂的進行全面性的改革裡頭 這些產業 事實上是有他的一個關鍵性的一個角色 可是你不能說你看中國的臉色 然後現在中國通過解放軍 在進行動員在施壓台灣同時 這些台商也被迫動員去背格AIT 去背格克拉克 你覺得台灣民眾會看不出來這個態勢嗎 不過CNN已經告訴我們了 美國如果無意外的話應該很快去批准 但是我這邊特別引用是沈榮青 叫做沈榮青 當這兩位大佬 一個林文淵啦 或者是這一個 我們看到就是林博士他們的缺席 同時工商大佬林博鋒在缺席同時 他們怎麼告訴大家 沈榮青告訴大家 用行動表明選擇中國拒絕美國 這是因為在台北的經濟商業對話的會前會當中 包括了工商協進會 就是剛剛理事長林博鋒 還有工總理事長王文淵都表示 他們不會出席這場午夜 來自於加拿大約克大學的副教授沈榮青 他臉書當中告訴大家 林博鋒等人用行動表明 台灣部分的業者已經在美中之間 選擇了中國拒絕美國 也就是說他們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似乎已經是選邊站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這是罕見的一次出售無人機等七樣武器 CNN告訴大家 川普準備要批准對台 有176億元的軍售喔 CNN做出這樣的報導 來看這個大現場 這可是有望批准賣給台灣的 MQ-9B死神無人機 美國五角大廈啟動的堡壘台灣計畫 擬定對台灣出售七樣武器 而根據美國CNN新聞網站引述一名 美國官員的說法 川普正讓這項計畫實現中 我的關係 川普和總統的關係 她是一個超級別的 我們都愛一人 但如此一來 川普跟中國領導人的感情勢必神變 立即停止美台官方網埋 中方將根據形勢的發展 做出必要反應 其樣武器除了 MQ-9無人機 還包括反登陸作戰的海馬絲火箭系統 而這項計畫估計需繳出176億台幣 讓美國在東亞一次達到多樣目標 Bolton alleges that Trump 在台幣第六 如今不只從台灣這拿到軍售大單 增加了第一島鏈的防禦能力 甚至還在政治上 順應了反中國的民意基礎 消息仍在曖昧空間 美國的下一步 正跟中國的反制行動緊密牽扯 三零新聞東友報導 剛剛特別提到 台灣的領控所面臨這種 幾乎是瀕臨城下的威脅 來 CNN特別強調的是 美國總統川普應該很快的時間 會準備簽署對台的七項的軍售 而且相關的計畫裡頭 金額高達有176億台幣 不過川普先前對台灣這種筆尖說 如果拿台灣去牽制中國的態勢 似乎是越來越明顯 來我請教張將軍 從這個七項武器當中 看出這是什麼樣的戰略性的考量嗎 尤其是我們昨天特別提到 魚叉飛彈 還包括海馬斯 來怎麼看 因為這個七項武器 一般來看它有四個特色 除了是高端科技之外 它第一個 它是重在遠程打擊 換句話說遠程打擊 也包括源頭的攻擊 那我們看這兩個 一個海馬斯火箭 它可以打300公里 它已經打到對岸去了 另外一個我們知道 這個AGM-84魚叉反艦飛彈 它最少也是打200公里 也打到人家港口去了 換句話說它整個雲頭打擊 或者是前推了我們台澎防衛作戰的作戰眾生 到對岸去了 所以中共對這方面它是非常的 我們可以講它非常的 正經 它會非常的反感或者是反應 所以他最近他要做這些的軍演 要在台海 台灣海峽附近做演習 他有這方面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已經打到 我們的建軍的方向 就是要往敵人所最忌諱 往他的痛處去建軍 你才能達到你國防的效果 如果他喜歡的 你最好買那些 就跟以前在二次大戰 馬其諾防線一樣 通通發在沒有用的 60%的國防線 通通發在馬其諾防線 結果法國 它的國防線剩下40% 可以用海軍 用空軍 用在陸軍上面 結果在二次大戰 我們講過 整個一個半月 七個多禮拜 整個法國就投降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用這個怎麼講 我們買的對了 那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除了海馬斯多款火箭 跟另外一個自飛行水雷 也包括海上衛士 這個都是中共很忌諱的 因為我們海上衛士 我們知道航程遠 流空時間長 可以把整個台灣 周邊海域的 所有的海上目標 幾乎完全掌握 因為它的流空時間太久了 它可以飛 它的航程可以到 一萬一千公里 它可以二十四小時飛行 因為它螺旋槳 它很省油 所以只要加滿了油 它可以留空時間非常的久 第二個我們可以知道 智慧型水雷 因為以前的水雷 智慧型水雷 可以空頭也可以海 可以空中布雷 也可以海上布雷 換句話說另外一個 它不會隨著洋流走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 有潛水客 它在這個地方失蹤了 你不能在這個地方找 因為洋流把它送走了 智慧型水雷 它可以定在那個地方 它定在那個地方 它不會說因為洋流 因為海流的關係 而受影響 換句話說敵人要進攻台灣 它的海上運動路線 我們可以知道它要走哪一個 A B C D E F 我們先在那個地方先布好 阻炸好 它是智慧型水雷 你剛好遇到它的時候 它磁性感染 立刻過去 整個就炸掉 所以我們知道 水雷它的爆炸威力非常強 它有時候比飛彈 因為飛彈它要飛 它的彈頭就比較輕 對 這個水雷它布好之後 彈頭重 彈頭重 爆炸威力強 可能一個大的水 大型的水雷 這個重創一艙 重型的巡洋艦 或重型的驅逐艦 所以這個智慧型水雷 在對共軍來講 它是比較忌諱的 我們看到下一頁 那下一頁也包括了 剛才還有一個 我們不要忘了 它是一個反潛的直升機 因為我們海鷹 S軌動C已經用9了 這個H53它可以用的 它是新式的 它的反潛功能更強 那我們看這兩個 這個是一個 我們知道反登陸 在攤岸前提的時候 M1動9A6的流炮的自走炮 它這個是 它這個在哪裡 它可以打30公里 它有GPS定位 所以就要精準了 那我們說 我們剛剛什麼講了 這個源頭攻擊也好 增加防禦重症也好 第三個就講了 精準度增加了這個 另外下面這個不要忘了 反戰車飛彈 也是在博湯岸 在反登陸作戰的利器 那這個換交都增強了 我們所講的這三個 這三個 源頭打擊 增加戰略重症 還有一個就是 精準度提高 第四個最重要的 這個都有機動性 海馬是它機動性 你抓不到的 它這個車輛就跑了 然後可以打300公里 我們的雷霆2000 最多打45公里 它整個作戰的距離 拉長了六倍 這個拉長六倍 你看看我們的作戰中 是不是拉長六倍了 反登陸作戰 你拉長六倍了 這是不是敵人所最忌諱的 我們要往敵人 最忌諱的方向去建軍 這個才是物本之道 那我們看到這個反戰車 跟這個M的自走炮 這個換交如何布在這個地方 敵人的登陸的這種模式 整個他的 他比較傷心 他的對台的登陸作戰 垂直上路立體攻防 他的作戰的方式都要改變 那將軍我想請教 由他們所公布的 路透社獨家新聞告訴大家是說 美國醞釀已久的臺灣堡壘計畫 終於可以啟動了 那加上你剛剛特別提到 有海馬斯多管火箭 你說它的射程 可以多達三百公里 我昨天曾經問你 如果這個我們部署 把它部署在新竹的話 可以打到哪裡 你說可以打到五移山 然後包括了魚叉反艦飛彈 魚叉反艦飛彈 那因為它本身是 我認為魚叉反艦飛彈 它也可以做巡域飛彈來使用 因為我們有熊山飛彈 那熊山飛彈要跟魚叉飛彈來搭配 而且這個魚叉飛彈 它可以變成三千 我們有空射魚叉 這一回是地對海的 對 我們這個魚叉是 變成地對海 就是陸對艦 對 我們也有海對 就是艦對艦 對 也有空對艦 你變成三七的對它的海上 可是這個難度很高 如果你是地對海的話 在海上的這些物品 它是在移動當中 如果地對海我都可以精準的話 那我地對地 那不是更精準嗎 那更容易精準了 為什麼 你把坐標 因為現在都是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之後 再加入在GPS在定位 最後它自動尋標 它到它的地方之後 它就開始找目標了 你到了經緯度 所以輸入之後 冠軍黨要盪到附近 附近 OK 你的附近的船 直接攻擊了 這是終端的 它終端的自動歸航 所以它經過三層的校正 非常精準 非常精準 我剛剛講到 現在美國賣這些武器給我們 我認為是個機會之窗 因為現在大家的議題是希望 我希望 因為我們跟美國斷交了41年 我們希望剛好這個機會之窗 中華民國跟美國復交 就建立邦交 我希望因為我們跟美國斷交了41年 我們希望剛好這個機會之窗 中華民國跟美國復交 就建立邦交 是一個合法的中華民國的政府 在這個世界上 第二個我們也趁這個 因為美國國會也非常支持台灣 我們也希望我們中華民國 重返聯合國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是聯合國 創始會員國 而且當初簽名 第一個簽名的就是中華民國 簽名 因為我們西開頭我們先簽名 所以人家認為 這是個機會之窗 為什麼 我們外交走得出去 國防會有外交 這樣子我們的國家才會強大 我們也相對的 我們跟中共這方面的鬥爭也好 軍事上的這些鬥爭也好 我們更有實力 但是我們更有實力是在在哪裡 我們希望整個區域的穩定 區域的和平 當然要有壯大的國防 跟寬闊的外交 所以我認為這個機會之窗 除了副交之外 因為這不是建交 副交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邦交國 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重返聯合國 而不是說加入聯合國 或者是重新加入聯合國 不是 因為我們重返 我們本來就是聯合國會員國了 一個資深非官 出身入死捍衛國家 我相信對於張將軍來講 對於台灣此刻 可以成為一個合法的政府 在國際上 展露頭角 重返聯合國 意義非凡 而且認為對國軍來講 這是無比的榮耀 長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流氓 這個黑道大哥壓著打 台灣人民長期的多少這種委屈 可是呢 我常常在想 當我們現在如果已經是 往前踏進一步的話 某一種程度 事實上承受一些壓力 可能在所難免 好 那我們請教賴宗老師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在十六號跟我們駐紐約辦事處處長 李光章共進午餐 這個照片看起來是被偷拍的嗎 你怎麼看 對啊 我一看就不覺得這照片有點像是狗仔偷拍 然後那個要抓狗 然後是不是李光章有小三 但實際上應該不是啦 因為剛好這李光章他很高興 然後這個美國在他對面就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那實際上比較有趣就是說 這張照片你可以看到旁邊一大堆人 不是說在關那個房間裡面 旁邊一大堆人就表示說這個會面非常公開 而且如果說根據這個報導來講的話 他們不僅在這個地方 有這樣一個公開的一個會面 同時他還被這個不管是說主動的這把照片釋出 或者是說被動被記者拍到 他們之後還接受採訪 而且兩個都接受採訪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照片裡面 他所代表的是說 當這個 所以這個報導是來自於AP美聯社 對美聯社 然後那個就是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歷史性的一刻 而且他是說怎麼樣呢 他講到說 他是I'm look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by my president 他是表示說我是這個總統 他這邊要他做的正確的事情 而且他想要去強化 總統想要強化 和這個臺灣之間的雙邊關係 所以他這個地方講 他不是代表他自己 不是他自己喜歡李光章 或李光章喜歡他 雖然說是李光章 他邀請他的這個午餐 但是他代表的是美國 是代表川普政府 要這是一個要跟臺灣加強雙邊關係 很重要的一環 那在這裡面特別是 我們知道說 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我們就有看到 那時候當時也有類似的報導 就講到說怎麼樣 美國駐聯合國的這個代表團 就有一個推特 也是同樣 這個大使就提到說怎麼樣呢 說這個臺灣在參與 這個聯合國的體系裡面 這邊應該是讓聯合國體系 他能夠所有聲音都能夠被聽到 包括臺灣也要被聽到 然後也因此呢 如果說不讓臺灣 那個在這個聯合國這個體系裡面 能夠能夠立足的話 是對於怎麼樣 是對於臺灣的民眾 而且是對聯合國 他的基本的原則 是一個很嚴重的違反 所以那時候五月的這樣的一個推特 我們那時候大家看到不是講說 這太好了吧 怎麼可能會這種事情 這幾乎不可能會發生 但是沒有想到五月的推特之後 沒想到竟然在九月的時候 正式的會面 而且又再度的強調了一次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再看到下面一點 就是說他在這邊他所想的 到底就是說目前美國 他要支持臺灣進入到聯合國 聯合國這邊是什麼樣的意思 可能講的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這邊所用的語言是叫做什麼 臺灣 become more engaged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就是說臺灣他在聯合國這個體系裡面 能有更多的這個交往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還有能力 雖然說他這邊沒有明確講的是說是 因為國內會有什麼臺灣入聯 還是中華民國反聯 這樣的一個爭論 可是我覺得現在他這邊 所起碼釋出的訊息是說 他支持臺灣進入聯合國的體系 進入聯合國體系 那至於說這個聯合國體系裡面 他的那個意義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在過去我們所看到美國 對於臺灣都是聯合國專門組織 例如說是世界衛生組織 例如說是像這個國際民航組織等等 他支持臺灣能夠到那裡面去 但是現在他講是整體的聯合國體系 換句話說不是聯合國 個別的專門組織 而是不管不僅是WHO 不管是ICAL 也不管說是Interpol 就是國際警察組織 可能包括什麼國際氣象組織 世界財產權組織等等 這些美國他實際上都是支持 臺灣如果有機會的話 按照這個來講 是說臺灣都有機會 應該能夠讓臺灣有一個合理的空間 能夠在這裡面 所以說整體來講 這表示怎麼樣 美國對臺灣的國際組織 特別是聯合國相關組織上參與的一個政策 出現一個新的轉折 他已經不是對個別組織 他上面的一個支持 而是在整體的聯合國這裡面 一個普遍性原則上面 怎麼樣讓臺灣能夠加入 所以說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議題 實際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當臺灣我們在講到說 我們在國際多邊組織上面的參與 還有他的交流 目前因為聯合國這個關係 我們受到非常大的阻擾 所以說在過去曾經考慮的是說 有沒有辦法在某些專門性組織裡面 能夠找到臺灣的角色 可是現在起碼從美國這邊來講 不是這個樣子 我是普遍性的來做考慮 而且我們也知道 美國他現在很多的作為是 除了他自己會這樣做之外 而且他怎麼樣 他會去找他的朋友 一起來幫臺灣 那不那這樣的做 除了一方面是美國現在自己的政策之外 而且國會的立法裡面也提到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有通過 而且是被川普總統他簽署的台北法案 那個法案裡面就特別提到 怎麼樣要去支持臺灣加入國際的多邊組織 所以說我覺得像這樣 這就表示說 這是美國現在政府整體對臺政策 一個新的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是 來謝謝賴老師 因為克拉夫特還說 這跟臺灣官員這個參會 叫做歷史性的會議 雙雙還接受AP的訪問 來 年華怎麼看 對 其實這個新聞上的操作 非常的明顯 我幫觀眾朋友整理一下時間點 我們全部用美東時間的九月十六號來計算 這樣大家比較不會亂 在美東時間的九月十六號 我們的李光章 跟這個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 兩個人一起共進午餐 幾乎在同時 美國的國務院發布了新聞稿 說他們的次親 這個克拉克要來臺灣 然後發完新聞 兩個幾乎同時 一個在紐約 一個在華府 都是美東時間 大概九月十六號中午左右 然後發完新聞稿之後 這個克拉克上了飛機 飛往臺灣的路上 因為飛行時間很長 美東飛過來大概十四到十六小時 在這中間 然後這個大使 Kelly大使 繼續跟我們李光章主任 共進午餐 然後吃完飯之後 這個照片 據我瞭解的是官方拍攝的照片 然後給了AP 給了AP 然後兩個人就很大方的 一起接受AP的訪問 然後就是說 這從九月十六號 美東時間九月十六號的中午 一直到美東時間的 九月十七號的凌晨 甚至到中午 這二十四小時之內 美國由國務院或是白宮主導的 對臺灣友善的外交舉動 其實他是一波接著一波的 他這個是一個系統性的 有計畫性的在做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美國國會 共和黨的眾議員提案 說美國應該跟臺灣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雖然這個提案後來做成一個決議 但是雖然他沒有法律的效果 但是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國會的主流意見 因為國會不是只有共和黨 他有民主黨 這其實也可以回應 這一段時間很多國民黨朋友質疑說 川普是為了選舉才跟對臺灣好 好就算這樣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到背後意義 川普如果為了選舉對臺灣好 那代表什麼 代表對臺灣好 在美國有選票嘛 那這是美國的主流民意嘛 那民主國家當然是照主流民意走啊 難道我要逆民意而走嗎 是 來 庫林大哥 蘇貞湾院長那時候在立法院講 臺灣是一個國家 那我們的大姐陳玉珍說 臺灣不是一個國家 我覺得臺灣是一個國家 但是臺灣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臺灣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所以我們國際組織沒有辦法加入 我們沒有辦法跟很多國家建立 那我們的官員要受很多的委屈 要見面還要偷偷摸摸 還要不被承認 那現在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 臺灣有可能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因為現在是一個新冷戰的時代 中國跟美國全面的對立 造成了新的冷戰的時代 因為新的冷戰的時代 美國要扶持小老弟 這是一個新的盟邦的時代 也就是說臺灣開始用傳統 所謂的外交關係之外去跟任何國家 包括像捷克去建立關係 所以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大家要好好的考慮 所以你不要說 我們臺灣要作為一個國家 中國 中共不答應 臺灣要作為中華民國 中共也是不答應的 要活著不是要靠敵人答應的 所以國民黨還在講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臺灣要有一條活路 就是要擺脫中國 中國是中國 臺灣是臺灣 臺灣要作為一個國家走出去 所以議長老師 看到這一項歷史性的會談 好像也真的呼應 為什麼 因為他承諾要協助臺灣重返聯合國 剛好也呼應 就是在美國國會的大動作裡頭 力挺臺灣 那麼成為一個國家 那怎麼看起來是最新的一個發展呢 克拉克來臺灣訪問之際 其實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傳統 正在解構或在重組之中 就像他所主導的新供應鏈一樣 還有呢 美國的眾議員有這樣的提案 另外長期有臺的這個 特克魯茲 他也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是比較前衛一點 他所提的是什麼呢 要想辦法解除過去在歐巴馬時期 所謂對臺灣的一些外交準則 這外交準則所說的非常簡單 有些像掛國旗啦 或主權國家的象徵啊 基本上要重新回給臺灣 包含未來的代表處的名稱 還有我們的代表處 直接可以升國旗 這叫做呢 現階段正是臺灣主權存在的事實 非常謝謝張宇緒老師 來 將軍的最新消息 18架共機擾臺 國防部在剛剛證實防空飛彈鎖定 因為他國防部今天公佈 非常謝謝國防部 因為新臺灣加油一直認為 有防疫的陳時中 國防部也要有屬於陳時中 要大家不要每次呢 只有北京的智庫在公佈 美軍的動態 我們也知道 阿強要是衝下來 國防部在今天公佈了 一早 中共的軍機最新動態 十八架共軍飛越海峽中線 包括了殲十 殲十一 殲十六戰機 跨越中線不斷的挑釁 另外轟六戰機 也在西南海域騷擾 這是一個最新的公佈 來 將軍怎麼看 這個十八架最起碼是基本的 因為他還有包括下午 如果還包括夜航的話 就二十多架了 甚至我還會 價值會往上 那對 這個防空飛彈 可以算是對他標定也好 或者是對他定位也好 這都是一個接戰的準備 最起碼 這個是殲十 中國自治的殲十 殲十他掛的是霹靂系列的飛彈 有短程的飛彈 也有中程的空對空的飛彈 很清楚 這個今天來的試駕 早上來的試駕 我現在早上來的試駕 同樣的這個殲十一也好 或者是蘇三洞 蘇凱三十 或者是蘇凱二十七 他這個東西掛的是 如果是蘇凱系列 他掛的是R兩拐 或者R拐拐 短程空對空跟中程空對空的飛彈 他今天早上也來了試駕 最早來了試駕 今天下午如果交到今天晚上 如果還有的話 那當然價值會更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在今天這個美國的克拉克來臺灣 這個刺青來這邊 中共的這個軍事的動作是非常的多 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政治的表態 然後我們知道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那麼 這個臺灣海峽上空 空域那麼多的敵機 在這個凌空在這個抵近壓迫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精準的研判 然後再做出最佳的決策 這樣子才能夠確保 我們臺灣防衛作戰的空防的安全在百分之百 滴水不漏 也讓不讓敵人親門大富 是 畫面當中看到的正是日本前首相森喜朗 他二度率團悼念李登輝總統 他的專機在今天下午已經降落了松山機場 而這一次在明天參加李前總統的告別 禮拜一行人搭乘是全日空 包機就在下午兩點四十分起飛 在臺灣的時間下午四點五十分 已經降落了松山機場 這是在五點四十五分前往總統府拜會的蔡英文總統 接著在今天晚上七點十分 出席副總統賴清德在國賓飯店所進行的晚宴 好 臺灣的天空非常的外交 有來自於日本的政要 有來自於美國的政要 不過他們雙雙都要參加李登輝前總統 明天的追思告別禮拜 明天要登場了 之後呢 李前總統將會長眠於 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 他的詞是可以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 而臺灣的民主與國際的參與 李前總統的確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哲仁日醫院典型在宿習 就像他生前最愛的一首日文歌曲 《遷風之歌》所描述的一樣 在活著的時候貫徹自己的理念精神 期盼自己在離世之後能夠化成風 自由翱翔 感謝李前總統一生奉獻給臺灣 民主臺灣還需要您永恆的看顧 非常謝謝各位持續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